之前由美国阳光教育学院主办的中国青年艺术家王华新书出版并进入阳光校园新闻发布会在洛杉矶举行 阳光教育学院师生及洛杉矶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界人士近百人参加了发布会 圣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到场祝贺并颁发荣誉状给艺术家王华 埃尔蒙蒂市副市长也特意为艺术家王华制作了荣誉证书 中国剪纸是中国古老而富于传统的一门民间艺术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9年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王华先生来自中国广西 为中国民间艺术家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018年曾在美国洛杉矶成功举办个人艺术作品展 曾被中国乡图艺术协会授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使者荣誉称号 是中国文化部中国乡图艺术协会专业委员会会员 王华剪纸艺术出版并进入阳光校园 该书收录了王华的代表作和最新创作的作品 把中国传统艺术剪纸的精髓呈现在孩子们面前 也给洛杉矶的中国传统艺术爱好者带来了精彩的艺术享受 王华也表示想通过这样的艺术交流 把传统的中国剪纸艺术传承给在美国出生的华裔青年 让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剪纸艺术的一个传承人 我希望我能把剪纸呢带到海外去 能让我们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华裔的孩子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 能把我们这个剪纸传承发扬下去 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因为整个中国的剪纸来说 它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很骄傲的一个传统艺术 它走进了千家万户 而且呢它要走出国门 同时的话剪纸它列为世界级文化物质遗产 我们作为中国的子子孙孙 应该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一份艺术 剪纸艺术走发扬光大 城市地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